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这是一个山水绿染 飞鸟提名的季节 游山沐水最好的季节 我们一起伴着早发白地城 来一场不约而同的线上游记 早发白地城这首诗呢 不同于普通的寄游诗 山水诗 它是一首借江水浩荡湍急 周行轻快 以抒发诗人预设后 欢快心情的抒情诗 那么这首诗是在优美的环境当中 描写发端的 如彩云间三个字 描写白地城地势之高 为全篇描写下水传走得快 这一动态叙事 全诗洋溢的是诗人 经过艰难岁月之后 突然迸发出来的一种激情 所以在雄俊 以及汛吉当中 又有豪情和欢悦 快传快意 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余地 海黎家族 玉华老师和六百国际台 不断地给大家介绍经典 感恩生活 感恩遇见 那现在我们一起走进 海黎带你读经典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 主持人阿仲推荐的 早发白地城 有请 早发白地城 李白 朝祠白地 彩云间 千里江陵 一日还 两岸原声 提不住 青州已过 万重山 早发白地城 这首诗 作于前缘二年 也就是公元的 七百五十九年春季 世事李白被流放夜郎 刚行至白地城 也就是 现如今 四川省 凤杰县东 白地山上 便欲特赦 得势 怀着极度喜悦的心情 五十九岁的诗人 挥笔写下了这首 自白地城 放舟东下江陵 也就是金属湖北的 疏怀架作 众所周知 李白是胸怀一颗 炙热的爱国之心 才参加 勇王李幕府的 结果 李毙被杀 李白落得 背叛流放夜郎 七百五十九年春天 在经过了十几个月的 艰难跋涉之后 过三峡 到奎州的时候 李白突遇特赦 得回 诗人得到解放 心情是多么激动 精神是多么愉快 神思犹如电机心流 写下了早发白地城 这首千古绝唱 早发白地城 糖 李白 周辞白地彩云间 千里江陵 一日还 两岸圆生 提不住 心中已过万重山 糖 糖 嗨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 Elyse 我的中文名字叫 阿珏 今天我要给大家读个古时叫 走巴白地城 周辞白地 踩人间 千里江陵 一日还 两爱人生提不住 心中已过万全山 海黎家族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海黎家族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